这一讲,我们进入资质通鉴第十卷《汉纪二太祖高皇帝上之下》,起始于汉高第三年,截止于汉高第四年,和第九卷一样,都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跨度,可见大事件的密集程度依然很高。 汉高第三年,起始月份赵丽氏沿袭秦朝历法而来的东十月,辞职通鉴交代的头一桩大事就是,韩信张尔以数万之众攻打赵国,赵王歇和陈安军陈瑜屯兵井心口,号称二十万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韩信张尔实施拦截。 事情的前因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韩信在平定了西魏国,擒获了魏王报之后,向刘邦申请,愿意统率三万军队继续扫清卖围,平定燕国、赵国、齐国,再向南断绝西楚国的良道,刘邦同意了,还把张尔派给了韩信。 而在韩信征服了戴国之后,按照原计划,应当进军赵国和赵王歇陈瑜展开决战,但刘邦的特使忽然来了,大约是行阳主战场战事吃紧的缘故吧,争吊了韩信麾下的精锐部队,持援行阳前线。 这么一来,韩信手里就只剩下一群乌合之众了。 这群乌合之众的人员成分大约主要是西魏国和戴国新进投降的士兵,那么可想而知,他们无论对汉国也好,还是对韩信也好,都不会有太强的向心力。 带着这么一支队伍去打硬仗,作战目标还是和戴国亲如一家的赵国,更何况重寡悬殊,迎面实在太小。 帝立也不站在韩信一边,因为以韩信当时所在的方位要打赵国,景行口几乎是必经之路,而这里正是大名鼎鼎的太行八行之一,道路狭长而逼侧,行军风险极高。 太行山脉南北走向,北起今天的北京西山,南至河南省和山西省交接处的王乌山,隔断了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但这种隔断并没有一隔到底,而是流出了八处东西向的山谷,可以沟通两边,合称太行八行。 行的意思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太行山脉想象成一排牙齿,那么所谓行就是两颗牙齿之间的狭小缝隙,只有牙线才能够勉强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以韩信的军事才华,为什么非要率领一群乌合之众,走这样一条充满艰难险阻,出口处又有敌人重兵堵截的路呢? 自着东剑转换镜头,先给我们展示赵国那边的军事会议。 广武军李左车为成安军陈瑜做军情分析,指出韩信的优势是在一连串的胜利之下士气高涨,锋芒,无人可挡,所以硬碰硬是不明智的,而韩信的劣势也很突出,地利不在他的那边。 李左车对陈瑜这样讲,紧行的山道侠掌而逼则,两车不能并行,骑兵排不成队列。 这么一来,韩信的军队势必被拉成一根几百里长的细线,粮草自重一定会被甩在队列的末尾。 您可以给我骑兵三万人,走小路截断韩信的粮草自重,再断了他的后路。 您只要身勾高垒,只防守,不应战,那个时候韩信前不能战,后不能退,就算想抢老百姓的粮食,荒山野岭也找不到人家可抢。 那么不出十天,韩信和张尔的头颅就可以送到您的面前了。 除此之外,别无良计,如果不这么办,咱们都将成为韩信和张尔的俘虏。 但陈瑜不同意,因为陈瑜一向自称起兵,在他看来, 既然是义兵,就应当堂堂正正打正义之战。 一旦偷奸耍华用诡计,正义的旗帜就不再纯洁了,号召力呢,也就弱了。 陈瑜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韩信兵力单薄,又属于劳师席远, 而我们呢,人多势众,以一代劳,占尽了优势。 这种实力对比之下,如果不去堂堂正正迎战的话, 天下诸侯都会认为我们赵国好欺负,以后啊,少不得会来欺负我们。 后人评论这段历史,一方面称赞李佐车的高明, 一方面斥责陈瑜的愚蠢和顽固。 但我们仅从战术角度来看,李佐车的策略未必行得通。 如果真如李佐车所言,存在着一条小路可以让三万大军通过截杀韩信的后勤部队的话, 那就意味着所谓太行八行还应该有一个第九行。 小路当然会有,但这等长度,这等规模的一条小路实在匪夷所思。 警刑既然已经那么逼则,那么相对于警刑而言的小路, 真的可以通行三万大军吗? 即便可以的话,这支军队注定无法携带足够的补给, 一旦没能在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拦截到韩信的后勤部队的话, 就意味着断梁的难题马上就落到了自家头上了。 这时候再遇到韩信的军队,就只有坐以待毙的命运了。 所以对于李左车的策略, 陈渝只要接受一部分就好, 只坚守不决战, 固守警刑口, 也就是警刑这条山路的出口, 不难把韩信耗死。 陈渝的失误, 或许并不在于没有听取李左车的意见, 而在于防御攻势部署不当, 又太轻敌冒进,急于决战。 也许正是因为陈渝的轻敌, 所以在安排防御攻势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得那么周详。 史记还给出了一些信息, 陈渝认为韩信的军队虽然号称数万, 其实不过几千人, 以这么一点点的人手, 长途跋涉而来, 实在是软柿子当中的软柿子, 这都不打的话, 也太说不过去了。 赵国的军事会议内容, 韩信探听的一清二楚。 韩信作为兵法大师, 当然最明白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道理, 而要做到知彼, 情报战自然必不可少, 全世界的关键位置都必须安插, 或者买通有间谍才行, 韩信怎样运用谍报, 很遗憾, 实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我们知道的仅仅是, 韩信先前只是摆出了, 试图通过进行的姿态, 但并没有真的开始行军。 等赵国传来情报, 说李左车的策略被驳回了, 韩信不禁大喜, 这才下令大军开拔直入进行。 一路安全行进, 还剩三十里, 就要走出山口的时候, 韩信驻军休整。 而就在当天夜半, 韩信秘密派遣清骑兵两千人, 每人携带一面汉军红旗, 至于具体的行军动作, 资质通见原文是, 从剑到碧山而望赵军, 这句话存在两种解释, 一是说从小路出山口, 以山势为遮蔽, 可以窥探赵军营垒, 又不为赵军发现。 二是说, 碧山是当地的一座山明, 这支清骑兵呢, 需要秘密潜伏到这座山上。 无论如何, 这支部队需要潜伏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等待时机, 冲进赵军营垒。 这个时期, 韩信有交代说, 当赵军见到我军败退, 一定会倾巢而出, 那个时候, 你们就趁虚而入, 拔掉赵国的旗帜, 插上我们汉国的红旗。 就这样, 这支清骑兵在叶木的掩护之下, 秘密出发了。 韩信下令, 等今天拿下赵军, 大家好好聚餐。 此言一出, 各位将领全都感到难以置尽, 但既然统帅大人这么发话, 自己也就只能半信半疑地答应一声。 韩信的下一步安排是, 赵军已经占据先机, 在有力地形上修建了营尾, 他们只要没看到我军主将的旗帜和仪仗, 就不会发动攻击, 因为他们会担心我们跑路。 韩信的这段话, 我们读资质通鉴原文不大容易理解, 韩信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赵军想要的是一场决战, 生怕贸然进攻汉军的先头部队, 反而打草青蛇, 使汉军主力退回警刑, 所以韩信宽媚先头部队, 让他们不必有任何的担心, 尽管按照自己的要求, 走出山口, 列阵就是。 就这样, 韩信派出万余名士兵担任先头部队, 出了井行口, 背靠河水列阵, 赵军从营磊当中看到这番景象, 果然没有发动进攻, 而且大笑不止。 之所以发笑, 是因为背水列阵等于自断退路, 这不但是兵家打击, 更是所有打击当中的基本常识。 韩军如此缺乏常识, 真是千里送人头来了。 天光一亮, 韩信摆出主将的惊奇仪仗, 敲响战鼓, 率领全军, 大啦啦的开出了井行口。 赵军苦苦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候, 于是冲出营垒, 向汉军发起纵攻。 韩信张尔乍败, 抛齐弃骨, 逃到河边。 先头部队已经在河边设置好军营, 当即打开营门, 护助主帅在赵军的强攻之下, 死守营地。 赵军倾创而出, 抢夺汉军丢弃的旗鼓, 追杀韩信张尔, 立功心切。 这个时候, 韩信利用先头部队设置的防御攻势, 扛住了赵军的攻势, 汉军殊死奋战, 赵军空有人数优势, 已是无法取得突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韩信预先安排的两千轻骑兵, 突然冲进了赵军的空营, 拔掉了赵国旗帜, 插上了两千面汉国红旗, 赵军打不下河边的汉军军营, 正准备暂时撤兵, 回头却看到了自己的营垒, 插满了汉军旗帜, 惊恐之下, 以为大势已去, 心态马上就从抢攻模式, 切换到了逃命模式。 于是汉军两面夹击, 打破赵军, 斩沉鱼与汁水, 一路追击之下, 又侵杀了赵王歇, 可谓大获全胜。 这是军事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战, 古战场景行口的所在, 目前最可靠的说法, 应该是晋升和谢鸿锡 两位先生的考察结论, 河北省石家庄市景行县 威水镇北静岩丰丰尊 到上安镇间的西平治河, 东南北三面环山的一处 十平方公里的黄土平缓坡谷地带。 这里的西平治河, 古称棉曼水, 就是寒信贝水围镇 所背靠的那条河流。 景行县县至威水镇上, 有清嘉庆二年所立的一座石碑, 碑文是汉淮殷侯设贝水镇处, 人是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当时战胜之后, 汉军诸将按耐不住好奇心, 请教韩信, 兵法上说, 列阵需要背山面水才算稳妥, 将军您去安排我们背水列阵, 还说什么击破赵军之后搞聚餐, 我们先前都不服气, 却没想到真的打赢了, 这到底是什么兵法呢? 韩信会怎样解释, 解释的道理在不在里, 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一讲谈到井行之战, 韩信背水列阵, 成就了军事史上的一代传奇, 但这一仗到底是怎么赢的? 战胜之后, 汉军诸将按耐不住好奇心, 请教韩信, 兵法上说, 列阵需要背山面水才算稳妥, 将军您去安排我们背水列阵, 还说什么击破赵军之后搞聚餐, 我们先前都不服气, 没想到真的打赢了, 这到底是什么兵法? 诸将提到的这个兵法要领, 原文是右背山陵, 前左水则, 并不见于金本孙子兵法, 而在1972年出土的 银雀山汉剑孙子兵法里面, 有三军出阵, 不问朝夕, 右腹丘陵, 左前水则, 可见这些军官在当时呢, 已经学过孙子兵法了, 韩信答道, 我的这些套路, 其实兵法上都教过, 你们呢, 没有流行而已, 兵法说, 限制死地而后生, 制制王帝而后存, 我手下的士兵, 都不是训练有素的精兵,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只有制他们于必死之地, 使他们为了自己活命而拼死奋战, 这才能赢, 否则的话, 但凡给他们流出一线生机, 那么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马上就能跑光了, 这仗还怎么打呢? 韩信引述的兵法内容, 所谓限制死地而后生, 制制王帝而后存, 也是孙子兵法的内容, 基本孙子兵法的措辞是, 投之王帝然后存, 限制死地然后生, 小有差异而已, 韩信这样一做解释, 哇,大家都负气了, 当我们才看过蓬城之战, 自然会生出一个疑问, 刘邦当时落入下风, 败逃的士兵纷纷涌入谷水和似水, 逃命, 已经逃到荒不择路了, 在这半天的时间里, 刘邦这边阵亡十几万人, 残步向南败逃, 在临臂以东的衰水岸边, 又被储君追上, 在拥挤退缩当中, 又有十几万人坠入虽水, 虽水未知断流, 这么多军人被逼迫到河边, 为什么就没能限制死地而后生, 治之王帝而后存呢? 反正落水也是死, 拼命也是死, 这些军人如果反身一搏的话, 不要说保命的希望大增, 甚至很有可能反败为胜, 杀得项羽, 溃不成军。 显然, 仅仅把军人献之死地, 治之王帝, 真的到了危难关头, 恐慌情绪, 是有高度传染性的, 慌不择路才是大概率事件。 韩信的关键性布局, 除了服下一支青旗兵, 伺机而动之外, 就是派先头部队, 背水扎营, 虽然只是一座临时性的营垒, 但有了这座营垒的保护, 野战才能转化为攻坚战, 本该是己方攻对方的肩, 却转化为对方攻己方的肩。 前面是凶神恶煞的敌人, 身后是无法跨越的河水, 这才凸显出身边这一点点临时性的屏障, 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使士兵们怎么都不肯放手。 按说先头部队, 似乎没有背水扎营的条件, 因为在常规打法里, 赵军不可能坐视不理, 一定会趁着汉军迎来上位成行的时候, 打骚扰战, 甚至歼灭战。 但韩信做出了精准的预判, 相信赵军不肯打草惊蛇, 不肯为贪夺一点小便宜, 就把谋划中的歼灭战打成持久战。 更何况背水裂阵, 马上就会引起对方的轻视, 所以先头部队完全可以好征一下, 修好防御攻势。 战胜之后, 赵王歇和陈宇两大罪魁都被解决掉了, 还有一个人要寻, 韩信下令全军, 广武军李左车不能杀, 谁能把他活着带来赏千金。 重赏之下, 果然有人绑来了李左车, 韩信为李左车解开绳索, 东向座, 西向队, 以尊重老师的礼节对待李左车。 前面讲过, 古人的坐骑方位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系统, 东西向通常用于主兵关系, 主人在东边的位置面朝西, 宾客相反在西边的位置面朝东, 这个传统历朝历代义贯之, 老师称为西习, 虽然实际上是被主人家花钱雇的, 但形式上不能表现为雇佣关系, 而一定是主客关系。 老师是尊贵的客人。 相应的, 主人称为东家, 但东家另有一个出处, 尊丘时代, 秦晋联合伐政, 郑国大夫, 主之武, 劝说秦木公, 说如果保全了郑国, 使郑国为东道主, 也就是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家, 给秦国使者提供招待, 这是有利于秦国的。 所以我们今天依然常用的东家, 作东, 房东, 古东这些词汇, 已经搞不清楚词源到底来自座位之间的方位关系, 还是来自春秋时代的这个典故。 话, 说回来, 韩信执弟子李请教李佐车, 说自己下一步, 准备北伐燕国, 东伐齐国,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李佐车当然要说一大套客气话。 自治通界为了行文简洁删掉了一多半, 而被删的那部分, 虽然意义不大, 却流传很广, 原文是这么说的, 臣文败君之将, 不可以言勇, 王国之大夫, 不可以图存, 对账工整, 很有修辞色彩。 韩信呢, 也回应了一大套客气话, 说如果陈瑜当初听从了李佐车的计策, 自己现在已经是赵国的俘虏了, 所以李佐车的才干, 无庸置疑, 之所以成为败君之将, 只怪陈瑜有眼无珠。 这话应该说在了李佐车的心坎上, 但假如陈瑜听取了李佐车的意见, 韩信真的会失败吗? 并不会, 因为韩信掌握着情报优势, 一旦知道自己的对手不是陈瑜, 而是李佐车, 他自然就会换一套作战方案, 而不会兵出尽心口了。 在一番课道之后, 李佐车准备谈谈自己的军事想法了, 但又说了几句被自治通鉴果断删掉的客气话, 这里之所以有借助使记加以转述的必要, 是因为这几句话变成了我们很常用的成语, 智者谦律必有一诗, 愚者谦律必有一德。 李佐车自签为愚者, 当然接下来要发表的意见相当高明。 李佐车首先分析韩信当下的优势和短板, 优势很明显, 短时间内连破魏带赵三国, 明文海内威震天下, 短板呢也很明显, 毕竟打了这么多仗, 失老兵疲, 如果燕国聚成死守的话, 那么拖得越久对汉军就越不利, 而一旦实力并不算强的燕国都能顶住汉军的攻击, 那么齐国一定会受到鼓舞增强冰镜上的防御力量, 坚决不肯屈服。 如果韩信被困在燕国和齐国境内, 战争陷入了僵局的话, 那么在楚汉相争的大局面上, 胜负就很难讲了。 优势和短板分析清楚了, 针对性的方案也就有了, 李佐车的建议是, 先好好修整一下, 稳定赵国的社会秩序, 安抚赵国死难将士的遗孤, 在赵国要赢得民心, 然后把军队布置在通往燕国的道路上, 摆足了出兵伐燕的架势, 然后派遣游说之士, 带上一封书信, 在燕王赃图面前尽情展现汉军的优势, 这样一来, 燕王不敢不归顺, 等到燕国归顺之后, 再去游说齐国, 齐国同样不难归顺, 到了那个时候, 楚汉之争就基本可以定局了。 李佐车还有一句原则性的总结, 原话是, 兵固有先生而厚使者, 此之未也, 意思是说, 用兵知道, 可以先用声势压服对手, 然后再采取实际行动, 这种策略, 故已有之。 韩信呢, 听从了李佐车的计策, 以虚张声势的打法, 不战而屈人之兵, 顺利使燕国归附。 韩信派使者向刘邦汇报斩框, 同时请求立张尔为赵王, 以便安抚赵国。 以刘邦的一贯作判, 应当把赵国改制为郡县, 但这一回呢, 真的同意立张尔为赵王了, 只是同意, 正式手续以后再办, 大概是不方便拨韩信的面子吧。 从这个细节来看, 韩信很希望恢复分封制度, 推荐张尔只是一次试探, 如果张尔可以顺利被立为赵王的话, 那么自己今后的待遇总不会低于张尔吧。 至此回顾张尔沉于这一对文锦教忘年教的生平, 两人虽然起点相当, 造反前妻的成长步伐, 也可以说是起头并进的, 巨鹿之战成为转折点, 两兄弟反目成仇, 仇恨迅速发展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但平心一看, 两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杀腐之仇, 夺妻之恨, 哪至于非取对方的性命不可呢? 想来张尔沉于虽然貌似在反秦事业上肝胆相照, 共享同一个远大理想, 但秦朝到底该不该灭亡, 六国到底该不该复兴, 他们并不是很有所谓, 反秦事业只是他们看准的一个风口而已, 个人的功成名就, 才是他们最在意的。 这样一来, 缺乏了理想主义的支撑, 人就很容易为了细小的事情度火中烧, 以至于反目成仇, 本来很有机会活出美感的人生, 因此而变得面目可憎了。 历代文人骚客感慨人情世故总喜欢拿张尔沉于做典故, 有叹息的, 有嘲讽的, 但也有像北宋师僧道前那样, 以世外高人的视角砍得淡, 浮云百变何须怪, 张尔沉于就断尽, 曾经兄弟同心, 其力断尽, 倒也不是虚伪作作, 只不过人情一变, 浮云苍狗, 只是天性而已, 这两兄弟在战场相遇的时候, 心底不知道会不会生出,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觉呢? 张尔有了赵王头衔之后, 赵国并没有因此安定, 楚国每每出动骑兵, 渡河攻击赵国, 张尔, 韩信在四处扑火的过程中, 不断拓展控制范围, 赵国毕竟版图辽阔, 平定赵国全境,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同时还要在境内征兵, 增援行阳前线, 行阳是楚汉相征的主战长, 焦主之际, 两个支线任务同时进行, 韩信成功完成了一个支线任务, 他在前边讲过, 随和承担了另一个支线任务, 以汉王使者的身份, 出使九江国, 争取把九江王秦部争取过来, 那随和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